在最新的iPhone手机中的Google地图 让你可以在规划路线时不再只有一种答案 它提供了三种的路线参考 让你可以依照路况做出更适合的选择 首先在手机萤幕上点选地图 接着点击萤幕正下方的路线 然后在起点与终点栏位输入要查询的地址资讯 并按下路线 之后就可以看到Google为我们规划的路线 深蓝色的为主要路线 另外两条浅色的则是提供给我们的参考替代路线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SayMak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都能提供 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